他看怎么了 一老是不是 一老吗 街道报案的19人员 赶到枪击案的现场 要把遭猎枪射击 受到重伤的女子松一 同时警方也赶到现场 拉起了封锁线 重枪的中国籍阴心女子 当时就在偷偷户外的流利台洗碗 被邻居于心老公持猎枪 由后面开了一枪 当场人就倒在雪坡中 警方调查77岁的余姓老公 和邻居57岁中国籍阴心女子 长期来作息不同 老翁不满对方常常制造造音 两人常发生争吵 19号下午 两人再次爆发口角冲突 老翁一气之下拿出猎枪 冲到女子家中厨房朝他开了一枪 阴心女子近距离中枪倒地 当场意识模糊 女子的同居人在楼上听到枪声下来查看 立即通报19将女子送一 还是伤重死亡 我听说就是因为冲冲消息感冲 因不满长期遭邻居照音干扰 而开枪泄愤 开枪的老翁自己也吓到了 打电话向警方投案 警方当场逮捕余姓老公 同时起出猎枪一把 散弹子弹三发以及刀子一把 而余姓老翁公称猎枪是20年前别人遗留 他意外拿到的 警方依杀人罪以及枪炮弹要刀谢管制条例等罪嫌 送办 由于余姓老翁并非原住民也没有合法取得猎枪使用执照 这把猎枪到底是怎么来的 警方还要追查猎枪的来源 东森新闻吴星梅在嘉宜报道